明年元旦开始基本工资要调涨 但是十一住行却也悄悄的喊涨了 像是老字号纪元川菜餐厅热门的鸡汤最高 一次涨600块钱 涨幅达到20% 而来自日本的囤筋拉面也被网友发现 今年第二度调涨 涨幅超过10% 另外在松山机场计程车排班 从1月1号开始 恢复16年前加50元停留服务费 起跳价从80变成135 让不少民众大叹说 薪资根本追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 好几片叉烧还有糖心蛋 再加上葱丝 冬天想来一碗拉面大快朵頤 但价格又往上标 有网友发现知名日本拉面店 这款招牌口味 年初才涨过价 没想到现在又涨到360元一年两涨 网友难以接受 大算是日币当台币卖 还观察到12年间足足涨了100元 360太快了 年末掌声响起业者回应 原物料都涨着好价格再调整 但其实不止这一家撑不住 有鸡汤界LV支撑的知名川菜餐厅 在门口贴出公告 明年元旦起将调涨部分鸡汤 以及菜色价格 台业超过40年 连得四年米其林入选餐厅 推荐的老字号纪元川菜餐厅 明年元旦起招牌砂锅鸡汤涨到2800元 其中脆笋鸡汤一次涨600元 涨幅最高20% 腾筋拉面不止超值东京豚骨拉面涨价 超值豪华味增拉面 更一次涨55元 涨幅超过10% 而松山机场机程车排班 明年1月1日起 起跳价是135元 回复16年前加50元的停留服务费 时宜住行涨翻天 民众有感 不管什么东西都变贵了 就连路上喝一杯饮料都变贵 所以对于打工所来说 一定是最辛苦的 在年底的时候 现在明显的缺工潮 有一些比较重要的食材 末端的供应商 他就可能必须要评估 就是我是否用涨价的方式来供应 即使明年元旦起 基本工资调涨 但民众大叹 这远远追不上物价涨的速度 这杨宗彦林一新台北报道